第五百一十一集 很显然 白贞贞绝对不是当缩头乌龟的性格 在他的人生里 那就没有咽下这口气的说法 任何人欺负到他头上 他都能凭着一股子虎劲跟对方拼到底 哪怕对方是东勤国君 他也绝对不会退缩 所以 白贺染不搭理天河帝 而天河帝见白贺染偏了头 便也知道自己又得寸进尺了 人家刚刚原谅你儿子好吧 你这转过头来又跟人求情 又请人帮忙 要点恋不 于是老皇帝倾咳了一声 缓解了一下尴尬 这才开口道 请四小姐进来 这话说的可谓是有点低声下气了 连语本都戳了戳眼角 你是皇帝呀 来人还是个小辈 你直接叫名字就完了呗 还整个四小姐 有皇帝这么称呼人的吗 但是他能说什么呢 在大殿上站了这么久 他算是看明白了 老皇帝面对天赐公主 那完全是理亏的一方 不止理亏 那简直是理贼亏 人家一次又一次地帮皇家 结果你儿子一次又一次地 对人家下杀手 哪有这么恩将仇报的 不过这话他只敢付匪 却不敢说出来 于是只默默地到殿外 去请了白珍珍 在返回清明殿时 语本想起之前的尴尬 想起白赫染跟老皇帝对话时 他总会产生那种 你知道的太多了的危机感 看到了皇上如此低声下气 如此挫败的一面 自己会被灭口的吧 所以当时他一直在提醒自己 但凡有机会出去 一定不要再进清明殿 可是这会儿他却犹豫了 原本可以借着 揭白珍珍的机会 留在殿外的他 也不知道搭错了哪根筋 居然又神识鬼差地跟了进来 直到站到了老位置时 幡然醒悟 当时就恨不能抽自己一巴掌 怎么就那么八卦呢 为了听墙角命都不要了 但是再想出去也晚了 再加上那颗八卦的心 一直蠢蠢欲动 他再也没能走出清明殿 就站在老位置上 等着吃瓜看戏 同时心里也分析着 这回老皇帝又要拿什么来陪 白珍珍已经走进清明殿 就站到了白赫染身边 他习惯性地先跟白赫染对视了一眼 看到白赫染递给他的一道鼓励的目光 心下大顶 于是扑通一声望地上一跪 当场就抹起了眼泪 白珍珍哭了 从最开始因为紧张有点放不开 一直到慢慢地打开了紧张的局面 开始由啜泣变成大哭 最后干脆变成了嚎啕大哭 不但哭 他还一边哭一边陈述着一个 让老皇帝脸都没地方放的事实 他说 都说儿媳妇不好当 都说一入婆家身四海 从此娘家是路人 可是 未来的父皇 我这还没嫁呢 我这就要把我的娘家给灭了呀 未来的父皇 我娘亲跟您好歹也算是未来的亲家 可是您那儿子 为什么要对您未来的亲家下杀手 这到底是个什么逻辑呀 未来的父皇 这女我才十二岁 我弄不明白这里头的弯弯绕绕 但我就知道 我娘亲被您儿子给掳结了 不但吓得失了魂一般 身上的八只镯子 六根簪子 八枚戒指 两枚扳子 还有项链 耳坠挂锅链什么的 全都给喜结一空 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白阵阵哭得内叫一个惨 未来的父皇 您儿子要是缺银子 他可以跟我们说一声 看在是未来的亲戚份上 要别的没有 要点零用钱 我们还是给得起的 犯得着这么大张旗鼓的 把人给掳结了吗 我娘是个父导人家 这身为人妇 却被男人掳结 您要我娘亲怎么活 我娘亲现在就在红家 寻死上吊呢 我拦都拦不住 这可怎么办呀 他又哭了看 老皇帝都要听崩溃了 这真是 白家的丫头一个比一个狠啊 先来一个走文的 完全是官场路子 上来就讲自尊与骄傲 引得他不得不想起 对方的丰功伟绩 从而在这些丰功伟绩 面前抬不起头来 尽数答应要求 这还没等缓口气呢 又来了个五的 一进来二话不说就开豪 一边豪还一边未来父皇 未来亲家母的套亲戚 套亲戚就套亲戚吧 反正也确实是亲戚 可接下来又开始跟他讲逻辑 什么一入婆家身似海 从此娘家是路人 这话都扯出来了 偏偏一讲逻辑他就懵 确实啊 他的儿子去掳结他未来的亲家母 这是什么逻辑啊 这还不算完 讲完了逻辑又开始谈损失 这一谈损失就把他谈得更没脸了 这老三干的都是些什么事 你抓白心炎的儿子 就抓白心炎的儿子 你抢人家女人的首饰干什么 还能不能有点职业道德了 那红氏也是 出门带那么多首饰干什么 还八个镯子 六根簪子 不沉吗 哪有人这么带的 这不明摆着等人抢吗 还八枚戒指两枚搬着 那不就是把十个手指头全戴上了吗 那手指头还能拿筷子吃饭了吗 天和地真想跟白珍珍求证一下 红氏平时是怎么拿筷子的 胳膊上八个镯子是怎么驾驭的 这简直是天下奇观呢 可这话到底没问出来 一来眼下真不是问这事的时候 他要是问了 这小姑娘就得翻脸 人家才十二岁 到时候什么都不用干 就坐在皇宫里哭 传出去 就是他堂堂东秦国君 欺负个小女孩 他简直例外不是人 再者 也不用问了 因为他观察过了 别说红氏 就是眼前这个小姑娘也豪气得很 虽然胳膊上有没有那么多镯子 暂时看不出来 但一身红裙上 镶了不下一百块各式宝石 这可是明晃晃入了眼的 妈呀 简直开启他对炫富这一技能的新认知 从前后宫里也有爱炫富的 但也没有谁能炫到这种程度 就这一身宝石 都够买下一座小城池了吧 老皇帝努力把心火压了又压 不停地告诫自己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这都是红家的因子 而红家 从前是被当成东秦的小国库 现在用不着了 直接变成亲戚了 只要老九跟着小姑娘的亲事一成 他就不信 东秦有大量用银子的那一天 红家会不给钱 突然 觉得自己这种想法有点像联姻 是用自己的儿子 去跟红家的女儿联姻 怎么有点在卖儿子的感觉呢 刚刚白赫染就让他觉得 人家不是高盘 而是恩人下嫁了 这下好了 商户侄女 变成了自己巴巴地 用自己优秀的儿子去联姻 这又是什么逻辑 他的思维有点跑偏 好在白珍珍的哭声 很快又把他的心思给拉了回来 让他再一次面对逃避不了的现实 于是老皇帝继续闹心 逻辑之后是谈损失 谈完损失谈缺银子 谈完缺银子之后 就直接上升到人品和人命了 人品自然是他那个三儿子的人品 这不用说了 绝对不怎么样 就是他这个当爹的此刻也认为 自家三儿子的人品太渣了 渣到他都跟着丢脸 而人命自然是红氏的人命 据说现在正在红府寻死上吊呢 这就让老皇帝想到 红氏是根本不敢回国公府 白星炎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事 他就有点着急了 这万一白星炎知道了 一怒之下也冲进宫来找他讨公道 他可怎么办 他以前一直都看不上白星炎 除了十几二十年前 看好过白星炎几年之后 这些年白星炎就一直在走下坡路 以至于到后来 他把文国公的世袭制都给取消了 可是突然之间他又开始理亏 因为他儿子掳结了人家媳妇啊 试想一想 一位臣子冲进皇宫 指着他鼻子骂他教子无方 质问他为何纵容他儿子掳结人家媳妇 这话他可怎么接 说自己不知道吗 知不知道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丢脸呢 虽然他不相信白星炎敢进宫骂他 可万一白星炎那个怂货 选择跟他女儿一样 就坐在大殿上哭呢 要知道 有时候哭比骂致命的多呀 就好比现在 他就对眼前这个哭得惊天地气鬼神的 白家四小姐一点办法都没有 四小姐 你先起来 起来说话好不好 天和地尽量让自己显得和颜悦色 尽可能地做出一副慈祥的模样 同时 心里不停地提醒自己 这位是未来的儿媳妇 老九不是个好相遇的性子 他可一定得把儿媳妇劝住了 不然老九一几眼进宫来一起声讨 他这个当老子的吃不了兜着走 想到这儿 老皇帝猛地打了个机灵 因为他想到了一个更恐怖的存在 陈皇后 陈皇后还没出马呢 天和地一想到自己这位皇后 脑子更是乱如浆糊 一张脸都能苦出水来了 白珍珍还在哭 而且明显因为老皇帝一直坐在那里发呆 没有搭理他而不高兴 他把头一扬 看了看老皇帝 又看了看白赫然 见两人都不吱声 于是把目光投向于本 于本就一哆嗦 心说 你瞅我干什么呀 我在这屋里算什么呀 紧接着 就听到白珍珍的声音 于公公 我口渴 能给我倒杯水喝吗 于本差点没哭出来 你这是哭渴了吧 但白珍珍要水喝也不能不给呀 这会儿皇上还搁那发呆呢 他能怎么办 他也很绝望啊 于是默默退出殿外 让小太监去准备茶水 又想了想 又让另外的小太监去端了两盘点心来 再想想 干脆亲自去寻了两盘水果 当这些东西拜到白珍珍面前时 白赫然都气笑了 这算是在补充能量吧 吃完了才有力气继续战斗啊 果然 白珍珍喝了几口茶水后 抓起点心去开吃 水果也没放过 还勒令于本给他剥皮 于本心里苦啊 又不敢不听话 只得上了浅 委屈巴巴地往白珍珍面前一蹲 动手开始剥水果皮 时不时还要受白珍珍的指点 破得狠一点 挨着皮的地方若是苦的 我不喜欢吃苦的 你们皇宫里怎么如此节俭啊 是不是银子真的不够花 所以才起了打劫的心思 老皇帝一哆嗦 终于回过神来 再一瞅 好嘛 底下都吃上了 要不要说御膳房给摆一桌呀 吃完了再慢慢研究呗 不过 白珍珍不想吃大餐 她觉得 以自己彪悍的战斗力 吃点水果点心 再喝两口水就够了 于是又抹了把眼泪继续哭诉 未来的父皇 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呀 我现在是有家都不敢回 不然回去之后 我爹问我娘去哪了 我可怎么说呢 我说回娘家了 那万一我爹要是过去找呢 他那一看 得 我娘在上吊 这个怎么找 天和地真是要崩溃了 他给白珍珍提议 要不你先回红府 把你娘亲给劝下来 白珍珍摇头 劝不下来的 要是能劝下来我就不进宫了 我娘亲是个烈性子 虽然出嫁前在红家只是个小小庶女 可红家却从来没让她受过委屈啊 虽然在国公府的日子过得不咋样 但好在有娘家的支持 银子还是管够花的 结果这下好了 我难受了天大的委屈 连财务都被胆人给抢了 你让我娘亲如何接受得了啊 他又喝了一口水 眨巴眨巴眼睛问天和地 未来的父皇 我连小不懂大人的事 您能不能告诉我 您儿子究竟为什么要杀我娘亲啊 得 老皇帝白眼一翻 这话题又绕腾回来了 他怎么打呀 他儿子为什么要杀他娘亲 他怎么知道 作死呗 如此 天和地也是气得够呛 但不是气白珍珍 而是气他那个三儿子 好好的皇子不当 非得鼓道出这么一桩事来 不但让他在白鹤冉面前 没了脸面 现在 面对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 也如此没脸 这样的儿子要了有何用 于是 老皇帝怒了 一只大手 砰砰地往桌子上拍 指着白鹤冉道 阿然 你快 你快给你这妹妹 敷上解药 让她能进平王府去 朕给她提供兵器 见着老三就给朕打 打死了 朕也没有一句话说 真是气死朕了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儿子 老子怎么会生出这种儿子来 老皇帝暴怒 倒是把白珍珍给吓了一跳 但再害怕 也抵不过内心 给娘亲报仇的坚决 于是她冲白鹤冉伸出手 姐 姐要给我 就若不打死她 我就不叫白珍珍 反了她了 见谁录谁 她以为她是谁啊 我白珍珍今儿要是咽下了这口气 往后我都不好意思出门 自己娘亲受了气 而你不去报仇的 那就是闹种 快把解药给我 我带轩儿一起去 说完 还冲着老皇帝 十分江湖气地拱了拱手 多谢未来父皇大义灭亲 兵器就不用您帮我准备了 我一会儿在路上 随手买把菜刀就行了 告辞 说完话 接过白鹤染递过来的 一只小瓶子 转身就走了 风一样地消失在原地 只剩下一地的瓜果茶点 和依然蹲在那里拨果子的鱼本 各位君安 在下四皇子君沐西 有人告诉我 说一人一事 不必再等 我不信 我一定会等他回来 给他讨个公道 希望各位听友 祝在下一臂之力 陆清竹播讲